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堅持開封 今次我會和大家開封龍珠 神龍之傳說 這套東西亦是龍珠第一套劇場版 現在就事不宜遲開封了它們看看 好了,話這麼快我就開封了一隻碟 現在就看看一隻碟封面的東西 首先左上角有鳥三明 即是原作的作者的名字 這裡有一個 Dragon Ball 的 Logo 即是龍珠 這裡有一個中文 Logo 龍珠 神龍之傳說 另外很有趣,它是兩粒龍珠圍著標題 另外它雖然是寫神龍之傳說 但以前就是神龍傳說就算了 因為這個劇場版 或者是電影版 如果你用日本來講,因為劇院是劇場,所以是劇場版 這個劇場版其實雷射是推出過的 亦都是推出過VCD 跟著還有DVD 但當然那個質素,我覺得應該橫語會做得更好 還有也可以說一下 這個是 原裝 TVB 粵語配音 因為曾經在收費台裏 那些龍珠的劇場版是全部製造過的 它這一套我想它應該是 只是龍珠 就不是 Z 那些 它這一個應該是用日本的片源 但是如果 去到Z 那些就是用一個 美國的片源 所以那些 字就打英文 其實我不是那麼喜歡的,我始終是喜歡 日文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封面 有我們的主角 悟空,還有莊子 還有阿樂 我記得以前 雷射出的DVD 就是悟空跟阿樂打的封面 然後就好像有條 狼 印象中是這樣 現在我們看到這裏就是 有劇場版的間隔 跟著這個小妹妹應該是 在旅途中會遇到的 還有 這個我自己覺得有可能是 雪山的女仔 名字已經忘記了 但我記得好像悟空去雪山 跟著就是遇到一個小妹妹 後來這個小妹妹也是有大過度的 我記得是在後期一些的作品 這樣 那這支碟大致上正面就是這樣 跟著旁邊 旁邊就有橫魚的 標子 但是因為它太闊了 所以就粘到它這樣 那這個標題就斜了少少 但是這些我自己可以撿回 令它正 然後就是 橫魚Logo 下面就有個悟空 其實這個就跟這個一樣 但是就小一點 這樣 跟著旁邊就是 英文Logo 和中文的標題 跟著它下面就是 有那個間隔的墨頭 跟著就是那個碟的號碼 那這裏就下面有四張劇照 好搞笑 龜仙人 跟著還有無限 跟著還有悟空 你可以看到它這裏的人物 是跟它後期 Z 的風格是有出入的 即是可能Z 開頭 那些樣子都更像這些 那些硬 但是到後 Z 的中段 還是早期一點點 過了一陣子已經改變了整個風格 它這就是最初的風格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風格其實像GT 的樣子 它這個封面做到 另外下面就是 我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駱駱和悟空打的 或者是怎麼說就是駱駱攻擊悟空 這一個 這一個劇照曾經是被雷蛇拿去做封面的 跟著這裏就是有阿莊子和悟空 這裏你就可以看到悟空 跟今集的反派打的 下面就是印有故事簡介 另外這裏就是東影的標誌 跟著這裏下面就是告訴別人字幕有哪些 跟著還有 語言有哪些 這裏就是4比3的畫面 51分鐘 以前的製作都是4比3的 除非是一些特別的 它那個畫面才會是16比9 或者是電影比例 就是剩下剩下 這裏就有些警告 這支碟是環宇出的 這支碟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打開裏面看看 這支碟就是一支彩碟 其實那些配置 那些擺位都正正常常 但就感覺上好像那些顏色就比較 淡一點 上面就好一點 但下面就真的 好像很淺色 好像別人的翻板一樣做到 難道它真的擺到 擺得太久 這樣上面其實是實色一點 深色一點 感覺上 但下面就好像真的淡了一點 那些顏色 但也勉強可以的 另外也可以說多一點 我覺得環宇原本是打算等這個 TVB 做完劇場版 然後 就拿去那個月宇版出碟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 多拉夢的做法 但就真的是 無可奈何 但就真的是無可奈何 那些叫做 感覺是 它這一個就只推出了四個 就 有 有劇場版的一至三部 跟著就和另外一個最強之 最強之道 GT 樣子的那些人是那個劇場版 感覺上有點像改編和重啟 因為其實它這個 是將原版故事的 第一集那裏 怎麼說呢 改編的故事 改編的故事就做出來 神龍傳說 還有那個 GT 也是啦 就是那個最強之道 都是跟原版 跟著就 第一集跟著改編 就是這樣 所以就 我覺得就可能它發行也有點錢 所以就可能 它是推出了四個劇場版 跟著就沒有再推出了 但是我覺得它是想 推出那個 2Z 給我的感覺 還有就是一些 版權的問題 我猜 所以就它只是推出了 龍珠的三個劇場版 跟著就下了 GT 改編的 那個最強之道的劇場版 OK好 今次我們這條 開封片就 開到你這裏先了 按多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個like 或者share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這條影片再見 按多位 拜拜 拜拜